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D平台的光枪射击游戏 致命双枪二代 本作发售的时间是1994年 除了世家MD的版本之外 还有MD CD版以及街机版 另外一代和二代还做了一个合集 发售到了PS平台 据传言 本作还曾经制作过红白机的版本 但是没有发售 结合游戏发售的年代1994年 大概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没在红白机上发售了 首先就是年代太晚了 94年的话PS都发售了 第二呢就是红白机的机能 可能很难比较完美的还原这款游戏的精髓 红白机平台的光枪射击游戏 最知名的还是打压子那种水准 更像是一款小游戏 本作的流程也是比较长的 一共有五个大关 通关的话半个小时左右 其实很多当年的游戏 如果不再次看到它的游戏画面 或者是图片 我甚至都想不起来 玩过这款游戏 当我看到画面之后 尤其是屏幕下方的左轮 我就想起来和小伙伴连击的情景 当年玩这款游戏 我是没有光枪设备的 原来是在MD的游戏室玩的 只有手柄 那现在如果你是在模拟器上重温的话 你是可以选择光枪模式的 而且在操作方面 你可以使用鼠标代替光枪 这个大家想一下 就是指哪打哪了 游戏的难度也就直线的下降了不少 另外游戏还有一个上弹的操作 使用光枪的话 你需要在屏幕之外 比如说在你左轮的位置 开一枪 这样你的子弹才能再次的上满 但是如果你使用鼠标 再加上键盘或者是手柄 来进行操作的话 就可以左手一个单独的按键 负责上弹 右手使用鼠标来进行瞄准 这样的话防止你的光枪 瞄准镜 放到屏幕之外的时候被敌方突袭 这样看的话游戏的难度就更下降了一个台阶呀 这才是我以40多岁高零 重新再录制这款游戏的底气 第一关的boss战 这个boss把他放出来的炮弹都要打碎 然后再攻击他的本体 攻击本体的话 你需要打出射击的节奏 你一直开枪的话 是不能持续给他造成血量伤害的 本作boss的难度都不高 包括最终boss 真正的难点就在于游戏的流程当中 尤其是你单打 因为很多的版面会刻意安排 屏幕左侧和右侧同时出现敌人 不过单打的话 基本上只能眼看着自己掉血 咱们的血量在屏幕的左上角 最大值是5 现在是4 我应该已经挨了两枪了 但是1000分应该是回血 后面可能是3000 5000 7000 还能够回三次 分数再多是否能够加血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也没打到过那么高的分数 这里是第二关了 第一关是在银行 第二关是马车 这种平民 还有一些警官 咱们是不能够进行攻击的 如果你打中他们的话 自己会掉血 而且每关平民的样子 警官的样子都不大一样 我感觉第二关的难度 比第一关要低 固定的刷冰点就那么几个 而且像敌方射出来的弓箭 你是可以用子弹来打消的 不仅仅是弓箭 游戏的后期还会出现敌人 投掷飞斧飞刀 也可以用子弹来抵消 这款游戏在制作的时候 可能是采用了 照片的方式 然后再把图片抠出来 这是第二辆马车了吧 第二关能够破坏的背景 场景上的道具 比第一关就要少 有些道具破坏了之后 还能够打出来武器 如果两个人玩的话 那游戏的难度会再下降一些 当年和小伙伴配合 每个人负责一半的屏幕 一般是一批左边 二批右边 第二关的BOSS战 BOSS唯一的攻击方式 就是扔出来炸药腿 BOSS吃子弹的频率还可以 打起来节奏最慢的 应该是第四关的BOSS 用鼠标操作这款游戏 真的是比手柄要舒服太多了 炸飞了呀 而且我看BOSS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过关之后会进行统计 你的射击数量 你的命中数量 还有命中率 这里是一个奖励关 奖励关的话后面还有 根据你每个版面的命中率 会给玩家一个称号 一般来说 你如果能够达到70%多 就很了不得了 这个时候的称号是警长 第三大关 杀龙 有些时候平民出现 或者是一些警官出现 他反而会给玩家造成一定的混乱 比如说刚才右下角的警官 他撤退出屏幕之前 就已经有敌人从他的位置刷新了 我捡到了线弹枪 游戏当中的特殊武器 大概有那么五六种 比如说夏普斯 步枪 双枪 线弹枪 加特林 和加农炮 这些武器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一旦你被敌方击中 那这个武器就消失了 另外 加特林和加农炮 是比较特殊的 没有办法上子弹 打光了就是打光了 其他的武器 只要你不损失血量的话 可以一直使用 其实这种低人称的射击游戏 无论是红弹枪平台 还是MD平台 甚至是阶级平台 有一个机制 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就是屏幕上一旦有敌人开枪 玩家就会损失血量 实在是不大公平 我个人是更喜欢 红弹枪平台的勇士们 或者是超人平台的荒野双枪 基本上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 咱们可以在屏幕上 看到自己操作的人物 虽然整体上的代入感 比这种低人称视角的要差一点 但至少你能够夺子弹 我现在使用的武器就是加特林 打光了就没了 游戏流程当中能够看出来 对单人玩家是不大友好 主要就是在屏幕的左右两侧 各刷一个敌人 另外一些板面 如果你不被板的话 还有一些特殊的敌人 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就要开枪了 非常的快 这种敌人我认为也是为了收缴玩家的武器 出你武器啊 另外玩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技巧 比如说这种窗口 你在鼠标划过的时候 最好就提前把他的玻璃打碎 否则敌人刷新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开两枪 甚至两枪以上 才能够把后面的敌人干掉 我现在使用的武器是双枪 双枪在开枪的时候 它不是同时的 而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所以你可以做出类似于反恐精英1.5 甩枪的操作 我为什么强调1.5呢 因为这个版本1.5的时候 你还能够进行甩剧的操作 1.6 这个bug就被修复了 喝酒的这个平民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吧 第三关的boss战 非常特别 是一个决斗的关卡 对面掏枪了 你才能够进行射击 这个小伙伴们应该能够理解 我记得红白机平台就有一款类似的光枪射击游戏 对方掏枪之后 你再进行射击 一般零点几秒就可以做出反应 但是高手的话 打个十几二十关 也就差不多了 火车这关是一个横向的卷轴 非常的长 一镜到底 我在boss之前应该还能够再 讲一滴血 这个武器最好是能够留到boss 但是概率不大 因为前面会有专门受玩家武器的一些设置 刚才火车的下方竟然刷新了敌人 射击角度非常的清晴 这种敌人 本关会出现几次 我在攻略的笔记里边也都做了标注 他出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记着这里炸开之后 会马上刷新一个敌人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反正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是有的 大家看刚才刷新这波敌人 屏幕左侧右侧同时刷新 我给boss留的武器在这也就丢了 捡到了一个加特林 加特林这种枪打着打着就没了呀 一打boss你还指望不上 看后面还能不能够捡到武器了 有的敌人要打几枪 可能是跟击中的部位有关 但是以这款游戏的节奏来说 更多的就是看脸 这枪我捡得稍微有一点早 但是不敢再带了 因为屏幕移动的话 我再捡枪 瞄准镜就太靠左了 火车头的位置会进行boss战 这也是整个游戏当中节奏最慢的boss 他大概有14滴血吧 每滴血的话要击中4次 所以大家计算一下我要打中他多少枪 他的攻击方式就是扔炸弹 每次出来扔两个 炸弹什么的都是好处理 关键是他每次出来 我只能够打中一枪 到这个地方卷轴就不动了 boss的可刷新位置也就剩下了两个 这样的话难度倒是更低了 但是打他的效率没有提高 还可以 打了接近一半了吧 现在他开始掉的是第八地圣 车头上的铃铛 现在也是可以打的 我之前练习的时候击打了几次 发现也没给boss造成伤害 也没让他的刷新频率提高 其实游戏当中应该设置一些 比较特殊的场景道具 比如咱们破坏的时候可以给boss造成伤害 或者是限制boss的行动 甚至是封堵他的攻击方式 哪怕是只有一会儿 这样的话游戏的机制就变得丰富很多了 看见希望了呀 最后三滴血 再打个十次左右 我的分数现在超六圈了 这样的话咱们在下一关 应该能够再回复一点血 分数给的太少了呀 打中boss一枪是两分 打中他的炸弹也是两分 很少有游戏会从个位数开始计算分数 boss最后挂在了车头上 但是被我打C了 又是一个奖励官 打瓶子 看起来是现实的 但实际上瓶子的数量有限 好像打空了几枪 照片的分辨率太低了 人物的脸都看不清 但是考虑到世界MD的机能 也就不错了 右关 藏身处 这里最后会和boss决战 敌人刷新的频率很高 这关出现了新类型的频率 也有新类型的敌人 刚刚被挟持的人质 和敌方的一些小兵 穿着差不多 游戏当中也有精英怪 需要打好几枪 这把武器可不要丢了呀 好用的武器 如果能够留到boss的话 那攻略的效率也会提高 我马上又要回D选 竟然给了加农炮 但是我不能捡 捡了的话 几炮就没了 而且他也是需要瞄准的 他不是一个全屏的攻击 不小心捡到了一个武器 这样的话 上面的武器就先留着 这里如果万一 我的武器被收了 话音未落呀 果然被收了 这样咱们还有一个 后背的可以使用 我打完了一侧敌人之后 马上光标就要向另外一侧移动 这里又好几个地方 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给玩家挖坑 不确定敌人在哪刷新的时候 光标就尽量停在屏幕的中心 有投掷炸弹的敌人 能够抵消对面的攻击方式 这种设定 我最早是在 黄板机平台的欧鱼先生 里边接触到的 欧鱼先生有两个 类似的关卡 其中的第二个 有两个boss 小个的boss 是扔飞刀的 他的飞刀 就可以打回去 用子弹来进行抵消 这个版面很特殊 场景上始终有一个人质 我开枪的时候要躲着点他 场景上留了一个武器 万一现在的武器被收了 咱们再捡起来 结果没有用到 这里就是最终boss战了 最终boss的话 比上一关要好打很多 起码节奏上很快 因为他也不会躲 boss本体有些时候会发射一个火球 咱们需要打碎 他召唤的骷髅呢 可以扔出飞斧 基本上就这么两种攻击方式 打完之后 这款游戏就通关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世线MB平台的光枪设计游戏 致命双枪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